现场还有雷声 这场哨声吹响比赛开始 腾讯体育文艺带来的2022年中场联赛第四轮大连人对阵浙江队的较量 外面上身穿浅蓝色球衣的是大连人浙江队 穿着他们传统的绿色的比赛服 这场比赛由王宇来陪大家一起观看 成进 月欣 好球 月欣等到了队友的跑位 但是朱浩然球没拿好 朱浩恒上来帮着传导 他一上来 大连人的这道逼抢的防线有点乱了 传出来 沃洛右边传中门前 这也是四传四射划过了远门柱 两支球队在中场 可以说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但是突然浙江这边多了一个人上来 中后卫梁诺恒一上来以后 大连人的这个防守立刻就站不住了 埃沃洛这球好像张冲是不是摸了一下 埃沃洛又来了 同磊扑空了 埃沃洛又把同磊扣到了底线外 进区里面推射 埃子沉浸 沉浸这个球呢 一看动作就是瞄着圆角推的 但是要的角度太刁了 这球出角之后画了一道弧线 偏出了球门的区域 脚功没有能够完全包住球 强行传中 后面还有商隐 在座配合飞跃 同磊躲出去飞跃传中门前 挡了一下可以远射 孙公文打门 好球 孙公文今年专进世界波 又是一季漂亮的远射 上半场商定补实 最后时刻 孙公文打进了自己这个赛季的 第二个进球 两个进球都是精彩绝伦的 远射世界波 刚刚直播间里还有球迷在说 同磊今年踢得不好 首先我觉得同磊这个赛季 确实状态有下降 但是同磊的这个特点 我刚才也说了 上个赛季大连人是打四个中场的 边路有人和他做配合 这个赛季更多 让他一个人突破 他要改一些进攻的套路 但是这次同磊飞玉 商隐三个人发动的进攻 确实是这次最后孙公文进球的 源泉所在 球没传好传到两个队友中间 商隐加速 商隐被三个人围在中间 也是犯规 又一张黄牌 下面一张黄牌变多了 这球应该要给高天宇 他要识认定 老洛拿回来继续 在船中 景区里边 凌空的剪刀脚打门 穆歇葵 今天景区里边射门机会其实不少 队友对角之后 穆歇葵大单刀 穆歇葵挺好 过掉张冲 打门就进了 一比平 下半场第25分钟 浙江队扳平了比分 刚刚歇葵知道 说要两个人盯爱沃洛 但是穆歇葵这一下自己抢出来了一个机会 大葵在 这是他面对旧主 第一次进球 也是大葵这个赛季中超的第一个进球 大连人的前场戒外球扔到后场之后 横传失误 穆歇葵从零龙昌脚下把球对下来之后 轻松的过掉张冲 大连人自己的 刚刚那个戒派球实际上到底是谁的 还有争议 争来争去 大连人自己送了一份大礼 球场上攻的晚霞 这会儿越来越美了 高天宇 传起来 穆歇葵 漂亮 穆歇葵这个强点能力 林隆昌这一次贴他贴得非常紧 但是他把林隆昌扛开甩头攻门稍微偏了一点 这个时候 顾春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样第四轮比赛大连人和浙江队1比1平分秋色 感谢这两支有上进心积极努力钻研业务的球队 携手给大家献上了一场 可以说是今年中超到目前为止 节奏最快 对抗最激烈的一场教练